那前面是那个资讯经济学一还没讲完一部分 那今天就进入这个资讯经济学二 我们特别要讲一下那个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和国家治理是非常相似 它整个的概念就是资讯不对称 因为资讯不对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有限的法条 去处理无限种的巧门 因为资讯不对称所以那个家伙怎么想怎么做 也看不到 那就算你规范了88种这个房主的份 他总是有办法想出89种100种等等 所以巧门太多了 所以公司治理不是法律问题 不仅是法律问题 就像民主政治 绝对不是说有没有违法 前一阵子防疫期间 有人说张上成的儿子 就是疫情指挥中心的副造纪人 张上成演艺学专家 他是台大的医师 他两个儿子好像也是台大的医师 在那个管制欧美之前一两天他们出去了 那所以别的医护人员通通不准出国 他们两个还可以出国 你如果仔细看法规 他们好像是在美国变成疫区之前就出去了 所以他有没有违法没有违法 但他有没有责任恐怕是有责任 所以这不是法律问题 最后他们 这事情反正最后 也就过去就结束了 那不是法律问题 是责任问题 所以如果公私治理是法律问题 那就好办 如果国家是法律问题 那也就好办 为什么会有政治责任 这四个字 也就是说 法律是没有办法穷尽的事情 但怎么看就是不太对劲 这时候就会要求对方负责政治责任 公私治理 有一条很重要的法律 在金控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54条 说金融控股公司 有违反法令章程 或有爱健全经营之余 那主管机关 也就是金管会 可以解除金旅人的职务 那有违反法令章程 或有爱健全经营 所以他很可能没有违法 他如果违法背信诈欺 那都没有问题 就把它解职 但他如果有爱健全经营之余 什么叫有爱健全经营之余 但我们等一下会去讲 所以有爱健全经营之余 就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市政 我可以推论 看到这个事情呢 小股东觉得怪怪的 好像这家伙有问题 那金管会可以因为这样 就把它解除尽力 就像政治人物 我没有证据 说这个政治人物违法 但是怪怪的 你觉得怪怪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要求政治人物 负起法律责任 负起政治责任 那这个政治人物就是压力了 我们等一下会去再举例 为什么会有这个金控法54条呢 也就是说 金管会觉得经理人 有爱健全经营之余 就可以把它解除责任 基本上它是一个叫做效率契约论 什么叫效率契约论呢 就是假以双方签一个契约 通常也难以周全 那很难有一个周全的契约 说所有的条文 都把所有可能情况 全部涵盖在里面 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有一件事情 不在契约涵盖范围之内 但是发生了 造成损害 谁该负责呢 效率契约论说啊 应该由较具资讯优势者 或者较能判断 这个事情可能发生的 机率的人去负责 只有一个判例是这样子 我们国外国家 比如说亚洲国家 从中东运了一批油过来 那这个契约就讲说油啊 品质怎样啊 重量怎样 你要用什么油轮去运啊 到了以后拆卸啊 过程中间如果有漏油怎样等等 把所有东西写了 结果呢 油没有运到 因为中东发生了战争 结果有一个小飞弹 不小心就把油轮打到 打到以后 漏了一些油 然后回去维修 那就回约了 回约以后谁要负责呢 你怎么可能在契约里面说 我被打到一颗小飞弹 然后因为有漏油的危险 然后就拖回去维修 你怎么写 也不会写到这么细节的东西 那国际法院就判了 说这个是要由中东的油商 去负责损害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具有中东 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资讯优势者 那如果有一件事情 契约里面没有写 但是发生了 通常要有资讯优势者 或者较能判断 有可能发生这件事情的人 去负责 所以那个中东 会运游的判例 公司治理也是一样 公司如果发生了一个 看起来有问题的事情 总不要小股东去负责 而是要由公司经理人去负责 我们说什么叫内线交易 内线交易就是 经理人知道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有一个官司 我是经理人 我和我的委任律师谈一谈 他跟我判断说 看养股不太行 法官大概会判我们的输 那我因为知道公司可能会输了 所以我就先把我手中 私人股票卖掉 然后我也甚至找我的亲戚朋友 放空我手中的股票 这就是内线交易 损害了公司 他损害了小股东 但是我没有受伤 我甚至获利 因为我放空股票 可以大赚一笔 那如果是并购他人的话 我知道并购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后果 因此我就先 请我的亲戚朋友来炒作股票 炒过股票之后 股票就不合理的涨 那垫高成本之后 也就危害了股东 所以在公司并购的时候 就有很多这种 先得到资讯 获利伤害其他人 全部是内线交易 但你要证明这种事情 非常困难 因为是难以 难以证明的 以前的 陈雪扁的女婿 赵建宁就曾经有一个例子 台开公司的股票的案子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 可以得到更精准的资讯 基本上台开 可能要有一个 一直在亏损的时候 好像一直在亏损 然后他可能有一个办法 让他开始停止亏损 所以你就开始 如果这个时候去买股票 会在很低的价钱买进 那你如果是 台开公司的内线 你知道政府要给你某一个资助 让你的股票转叠为生 那这时候你去买进股票 那这时候你去买进股票 对你就有利 可是小股东不知道 所以本来应该涨的部分 因为你先买了 所以就没有涨那么多 因此你就间接危害了小股东 这就是内线交易 可是你很难证明 你怎么证明 结果赵建明好像是叫他的妈妈去买了股票 那但是呢 证据显示 他妈妈这辈子没买过股票 而且买这么大金领 买了不算几千万 那你买这么大的股票 你从来没买过股票 也或者是从来没买过台开的股票 然后忽然有一天 花这么多钱去买 这么单一的股票 这个就是好像有问题 这就是鱼 主管机关判断 是不是有妨碍见权之鱼 就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公司也可能有一些东西 法律上叫做非常规标欲 就是你这样做 没有办法解释 照理说一个追求利润极大的公司 不应该这样做的 但你居然这样做了 这就形成一个鱼 你这样做有没有违法 那没有违法 但是一大堆鱼 一大堆问号就产生一个鱼 所以主管机关说 刚才那个金工法五十四条 说有爱健全经营之鱼 我现在讲了半天 就是要告诉大家 怎么样判断这个鱼 判断这个鱼就是说 如果一个公司 有一些行为 不是在追求利润极大 这就非常奇怪 这是一个问号 如果他很多行为 都不是在追求利润极大 合起来就足以构成 尽管会判断算不算有爱健全经营之鱼 所以公司这里的核心呢 就是两个资讯不对称 目标不一致 资讯不对称就是经理人知道的事情和小股东不一样 和债权人不一样 目标不一致 目标不一致就是 经理人的目标不见得 或者通常不是追求小股东的利液极大 他通常是在追求自己的利液极大 但是呢 法律条文有限 有限不可能重建 所以呢 就会有一些空间 这个空间呢 我们就希望经理人创造一个分离均衡 或者放弃优势 去把那空间缩小 这样子就是好的公司治理 比如说 现在很多的公司治理都要求 有一群独立董事 他成立一个审计委员会 他做比较客观公正的审议 如果一个坏的公司呢 他就不敢邀真正独立的董事 去成立审计委员会 那只有好的公司才敢这样做 如果你可以这样做 却不这样做 你可以聘独立董事 别的公司都聘独立董事 那你不可能就有问题了 比如说台积电 台积电找施政荣去做独立董事 他也曾经找过惠普的总裁 叫做Fiorina 做独立董事 他也曾经找过 写那个知识经济的 哈佛的教授 印象灵为金额 去做独立董事 你想想看Fiorina 一世英明 施政荣 社会的声望 这么样的崇高 他有必要去要贪你三千万五千万亿 去毁了他一辈子的声望吗 他没这个必要 所以我愿意去找这样子一个独立清高的人来做独立董事 可见我是很感动 我没有什么东西见不得人的 所以我去找这样真正的独立董事 请他做一个审计委员会 那这是坏的公司做不到的 不敢做的 所以台积电就是对照主 台积电可以 你为什么不可以 那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 你想要投机模格 那或者说明明你可以说清楚 你为什么不说清楚 那追求利润应该这样做 你为什么那样做 如果一个问号是偶然 多个问号就是鱼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例子 所以证明有鱼和证明有罪 是不一样的 证明有罪一定要有一个法律 证明有鱼呢 就是你有一些行为模式 就是不太对劲 证明有鱼 我们看那个CSI片子 经常有这样的片段 好像有一个老公 被他太太谋杀掉 他后来验毒 就验出来说 他身体他是被毒死的 他那身体里面的毒量 就运行累积很久 他怎么看出来毒量运行很久呢 通常那个毒会藏在发 新生出来的头发 所以你去验那个头发 新生出来的头发 如果很 比如说半年前生出来的头发 就已经有毒了 假设我头发留了7公分 那半年前上身的头发 一个月好像1.25公分 半年前不过6-7公分 半年前身出来的头发已经有毒 就表示半年前 我就已经在中毒了 后来发现 大概半年多前 10个月前 他太太对这个被杀掉的老公 非常好 经常给他带便当带水 那水呢 都是他自己冲泡的茶 那你没有证据显示 说他太太在那个茶里面下了毒 但是有谁能够连续那么多个月 在他的食物里头 加非常微小剂量的毒 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直到杀死了 所以当你这个证据显示 无法再做别的解释的时候 即使连刑事犯罪 都可以做成一个证据 党品是另外一个例 党品就是倾销 什么叫倾销呢 就是在国外的售价 居然比本国的低 这个行为呢 就很奇怪 因为到国外的售价 还要加上运费 怎么会比国内的售价还低呢 那你就要想想看 这样做是不是追求利润极大 照理说你有两个市场 一个是国内市场 一个是国外市场 那你在国内市场追求利润极大 定了一个价格 你在国外市场也应该追求利润极大 那党品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国外用一个非常非常低的售价 把你国外的制造商摧毁掉 因为你根本竞争不过 我就只好导电关门 导电关门之后 你国外的市场就是我的 那我再慢慢去 蹂躏国外的市场 党品就是希望做成这个事情 可是我如果在追求利润极大 而不是要错杀国外厂商的话 我就没有理由在 你看我如果想要错杀国外厂商 我确实有理由 在国外定价比较低 但是我如果我的目的 只是要追求利润极大的话 我就不应该在国外定的比较低 所以追求利润极大 是一个厂商的标准行为 那如果我有在国外售价比国内低 那就是非常规交易 非常奇怪的事情 除非我能够找到一个行为模式 能够合理化 国外售价低于本国 是该模式下追求利润极大的行为 除非我能够讲出这么样一个模式 否则呢国外售价比本国低 就是dumping的证据 就像是证据一样 那我这边讲说国外售价比本国低 有一个模式能够合理化 就是存货 比如我在台湾卖这个 卖电视机 一台一万块 那我在美国呢只卖八千 你说为什么呢 电视机运到美国还要运费 为什么台湾卖一万 在美国只要八千呢 我说我今年生产太多了 结果我存货如果卖不掉 我的存货成本比两千块还贵呀 我要仓储啊 他可能折旧啊 型号可能变旧了 所以我希望今年赶快卖掉啊 我没想到台湾卖这么差呀 那虽然美国的价格比台湾便宜 但是因为我想处理到存货啊 所以我如果能够提供这么样一个说法 合理化我在国外的价格比本国低 那就不会构成dumping 如果我讲不出这样一个说法 那dumping就是违反倾销 倾销法就被制裁 那我们在这个 我们台湾有公平交易委员会 我们不希望有任何的不公平定征 dumping就是一种不公平定征 你会把很便宜的商品在你的国家卖 摧毁你国内产业 以便吃下你的市场 当年的Microsoft 有两个 处理的电脑的开机程式 一个是Internet Explorer 一个叫做Netfield 就是网警公司 Netfield 那Internet Explorer 为了要把网警公司 那就是Microsoft 为了要把网警公司打败 所以它价钱定的非常非常低 让那个网警 根本就没办法活下去 所以它是实质上打击对手 所以反倾销 Antitrust就是不希望你用不公平的方法打击对手 这就是不公平的方法 那如果你能够举证 举出说Internet Explorer 它的定价低到不符合追求利润极大 这时候微软除非能够找出一个方法 合理化它低定价 否则它就会被坐实 Antitrust 违反Antitrust 所以微软那个时候就要举证一个行为模式 去合理化定价低 那如果这个模式是 那个行为模式 追求利润极大 确实能够合理化低定价 那就可以 那我这边也举一个例子 有一种情况之下 可以合理化低定价 叫做Market Penetration 也就是说呢 这个市场有Network Economy Network Economy我们上次讲过 就是有网路经济 也就是越多的人消费 销售就会让这个市场的需求更增加 所以我说呢 我为了要刺激更多的电脑 使用Internet Explorer 因为有更多的人使用Internet Explorer 会让我产生Network Economy 我为了要促成这个Network Economy的实现 所以我现在要把价格定低一点 以刺激更多的人 去购买这个Internet Explorer 就形成了一个Market Penetration 我如果能够验证这个说法 我就可以合理化 现在的一定价 否则我就违反了Antitrust Law 好 谢谢大家清楚了 犯罪需要证明动机诱因犯语 但是如果你有资讯不对称 我根本就不知道微软公司 它的目标是什么 那它是要打击对手吗 还是在追求利润极大 所以它心里面想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像或者刚才那个例子 党品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是要消灭了 另外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呢 还是在追求利润极大 所以我不知道你真正动机 我看不到 我如果要去证明你的动机诱因犯语 根本就不可能的 因为资讯不对称 目标不一致 这时候我只要说你那个行为 是看起来是不对的 不像追求利润极大 我把举证责任就反过来了 变成说你必须要证明说 你那个行为是在一个特殊情况之下 追求利润极大的 最适当行为 你如果能够证明就可以 你如果证明不了就不行 这样子就是公私制 这样子就是政治制 所以政客通通是需要受监督的 因为资讯不对称 目标不一致 所以如果你有某一个行为 是如果没 因为我没有你的资讯 所以你虽然没有违法 但是你的行为可不可被我信赖 你要自己证明 所以举证责任反过来 前一阵子有一个立法委员 在高铁上遗失一个手机箱 手机箱里面好几百万现金 这时候他必须要解释 是什么样的东西 让他有动机 期待几百万现金在高铁上面 所以他要解释 不是我要证明 没有人需要证明 说你是因为什么事情 而带现金在高铁上 你能够举出一个 有说服力的证明 你就取得人民的信任 你就不必负政治责任 如果你没有办法 举出一个合理的说明 你就要负政治责任 举证责任就反过来 所以当品 或者是不合理的低价格 我们把它叫做表面证据 全部都是prima facie evidence prima facie evidence 的意思就是说 if not rebutted or contradicted 它就是证据 就是说 受低定价 或者是 在别的国家 设立一个非常非常低的定价 它就是违反公平交易法 或者是违反行销法 的prima facie evidence 除非你能够找出一个行为模式 能够说 不是不是 我这样做呢 是在那个行为模式 在那个模型概念之下 是最求利润极大的 比如说我要market penetrating 所以我定了低定价 我要消化掉存货 所以我定了国外更低的价格 如果能够找到这个行为模式 是叫做rebutted 或者contradicted 我如果找不到这个行为模式 我的行为 就是低定价的行为 就没有办法被rebutted 或者contradicted 所以我就会构成 违反行销法 或者违反公平交易法 所以低定价本身 就是违反行销法 或者违反公平交易法 the prima facie evidence of hiding private information 那你还有一个机会 去反证它 就是你自己要举证 让别人对你的怀疑不成立 就是rebutted orcontradicted 如果你没有办法举证 你就是prima facie evidence of violation 同样的 公司的董事会 他如果不愿意创造 一个分立金层 不愿意设计的省级委员会 不愿意设计的独立董事 他就是prima facie evidence 没有好的公司制度 所以故事差不多这样子 好 今天到这边 其他的 下次再说